第六十二片 鼻中隔的部位 頭子鼻中隔的部位 主要是讓大家可以看到 從最底下前庭的部位 上移組織原本是 複成扁鼻 往上移 開始由於轉型的過程 變成尾複成鮮毛組裝 從這邊放大來看 上移組織 這邊可以看到 上移組織是扁平狀 而且很多層 這個就是複成扁平的上移 慢慢我們開始往鼻中隔的方向走 大家可以開始看到 上移組織開始轉變了 它開始變成什麼 不像剛剛下面這麼扁平 它開始變胖 有沒有 所以就開始變成什麼 複成立方 那再來慢慢的變成什麼 複成粗狀 然後再往上移組織 開始變成比較粗狀 到這邊一開始就開始變柱狀 再往上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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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鼻中隔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中間的地方 會有我們的 鼻中隔軟骨 所以這個就是 透明軟骨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分成三種細胞 那當然可以看到 第一種 是我們的什麼 最好認的這個 GOLD BLACK CELL 我們的杯狀細胞 點心看起來像什麼 紅酒杯一樣 倒三角形的細胞核 那它旁邊這個就是什麼 CELIA CELL 那它最底下呢 這裡有一層 這個就是我們的 BASE OF CELL 所以其實很好認 那這一個呢 就是鼻中隔的區塊 它旁邊其實就有我們的 筆甲的區塊 那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筆甲的部分 好那當然呢 可以看到我們的主要 它的一個 中間的部分 就是會有 骨頭的部分 所以這樣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 一個骨頭的部分 好那它的連線 這個一樣 它的上皮就是什麼 尾附層鮮毛柱狀上皮 那這裡其實比較 好像沒有那麼多的 GOLD BLACK CELL 好那當然可以看到 那可以看到它的 那個 NAMIA POPILLA 底下部分 可以看到會有 許多的這種 混合性的線 混合性的線 好 這一側就有 比較明顯的 有GOLD BLACK CELL 它在鼻甲 這個是另外一側的 鼻甲上皮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有許多這種 空拋種的 這個就是什麼 GOLD BLACK CELL 好 所以其實在這個 鼻腔的各區塊 這個是第62面 在我們的 鼻中的 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 轉型 跟我們的 上皮組織 好 那再來呢 就是要看到 我們的鼻腔的 第二種 就是在我們的 嗅覺區塊的上皮 好 那嗅覺區塊的上皮的話呢 主要一樣要會分 三種細胞 好 我們把它放到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嗅覺上皮的部分 Focus 好 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一層 這一層 大家可以看到染色 顏色會比較深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什麼 supporting cell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跟下面 上面跟下面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下面的細胞核 就會比較大顆一點點 而且比較淡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Basal cell的部分 好 那在嗅覺上皮的部分呢 還有特別大家要 記得 是什麼 在它的 嗅覺的特別的腺體 就是我們的 Bomb S-grade Bomb S-grade 好 那我們可以看 其他片的部分 那這個是 其中一種染色 那我們再看 其他染色 一樣嗅覺區塊的部分 像剛剛那一個呢 就是只有 那個 上皮的部分 像這一塊呢 它就有切到一部分的 骨頭 大家可以看到 左側這個呢 就是骨頭 骨頭內部 這個就是 脂肪組織的部分 右邊這邊呢 就是 嗅覺上皮的部分 那我把它放大來看 好 那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 嗅覺上皮 一樣三種細胞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條帶狀 這個比較明顯染色 這個就是什麼 Supporting Sale 底下的 這些 上上下下的 比較淡然 比較大顆 就是我們的 Factory Receptor 最底下呢 有一排 這個就是我們的 Facial Sale 那同樣也可以在這邊呢 看到 在哪邊的Propera裡面 可以看到什麼 這個我們的 Bomb S-grade 很明顯 好 那其實呢 在底下 其實還應該會有很明顯 這種神經的組織 像這個應該是 像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神經素的組織 但是染色沒有染的 很明顯 好 好 好 那鼻腔的部分 就 demo到這邊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喉目 喉目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先介紹我們的什麼 就是要先介紹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 慧菸軟骨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屬於什麼 特殊的區塊 因為它的上皮 因為 慧菸這個地方 跟我們的口腔連結 所以呢 在我們的口菸這個地方 上皮當然就是屬於什麼 負層扁平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 比較低倍率的底下 可以看到 中間的部分是什麼 彈性軟骨的部分 那我把它放大來看 好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個中間的這個組織 就是我們的軟骨的組織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有許多濕狀的這種 黑色濕狀的這種 彈性纖維 那我們往旁邊看呢 好 那我們往旁邊看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 慧菸軟骨的上面的表皮 是什麼 複層扁平的上皮 好 所以它沿線都是 複層扁平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 都是扁平的 喔 上皮組織 好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我們的 會菸部的地方 好 那再來呼吸 沿線接下來就是要進到什麼 喉木的區塊 喉木的區塊 喉木的區塊的話呢 主要就是什麼 由剛剛我們說的這個 會菸的部位 慢慢 它進到 甲生帶 要進到 真生帶 這個區塊 好 那這個區塊呢 因為它的 這個食物 不會進到這裡 所以它的上皮組織 又會轉化 準備變成 呼吸區塊的上皮 所以可以看到 所以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在低倍率的 這個底下 我們現在箭頭桌子的這些 都是什麼 我們的 甲生帶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 前庭 皺壁 Lentry 0-4 再來呢 往右邊的這邊 就是突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就是我們的 一個 真生帶 身帶的位置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上皮組織 上面是有什麼樣的差異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 放大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的上皮 它就會變 因為它這個 可能切得比較厚 所以呢 它其實呢 大部分就是 會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比較明顯 它就是也是 開始會有什麼 空泡狀的 Goblasell 還有其他地方 其實就是 會是以 Celia cell為主 像這個就是 Goblasell 這個也是 Goblasell 底下就是 Basal cell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樣 所謂的 尾腹層鮮毛柱狀上皮